清除掉,如果要寫成一个方圈 你目前看插入函数里面呢 在使用者定义里面 应该是找不到手机函数 那怎么样可以变出一个手机函数 甚至如果你们电脑应该没有这些东西 因为这边我们电脑好像有内建一些外挂 这个外挂至于什么用途 可能是新的版本吧 才有的外挂 那我们要怎么产生一个 自己定义的一个制定函数 首先第一个,你必须要打 一样,我们开头的话就FUNCTION FUNCTION名称叫什么? 不要叫门号,叫手机好了 这个名称的话你可以自己取手机 然后一按Enter 它会有一个FUNCTION 后面叫EnterFUNCTION 所以其实头跟尾会自动产生 那刮弧特别注意 因为FUNCTION跟SUB最大不一样是 SUB是按按钮,自己就执行了 它不会跟你互动 但是FUNCTION有点像互动 它会先问你三个问题 请你给我什么? 给我这三个资料吧 那你给我这三个资料 我帮你串接完 告诉你最后的结果 然后再丢到你指定的储存格 就完成有点像一个cycle OK 所以首先的话 刮弧里面放这三个东西 所以C 把这三栏的栏位名称放到哪里? 放到这个刮弧里面 把它贴上好了 记得中间就加豆点就可以了 OK 第一个是电信业者 第二个是放门号区码 第三个是放门号末码 这样的话 它会跳出来这三个格子 再来的话 按个TAB 那特别注意 请你先把首期它的名称放前面 因为它将来return的话 会return给它自己 等于什么呢? 后面加一个09 所以其实跟刚刚那个有点像 and and 不过呢 你会发现刚刚是直接去抓F栏 但是因为我们的 这个电信业者的资料 是使用者提供给我们 他也许选这个 所以他会资料放哪里? 放在这个参数里面 电信业者 所以我们直接把它给我们的参数 这个电信业者 放到哪里? 放到and后面 这样子 09 and 你给我电信业者 所以我把它串在一起 然后后面的话再一个空格 and 所以后面的话 一样是-的符号 所以刚刚逻辑一样 然后再and and and是什么呢? 就直接format 钱瓜阿虎 然后format是什么? 门号区码 所以直接点这个门号区码 放到format里面 然后呢 逗点 双引号 000 后双引号 后刮弧 这样子的话呢 就门号区码OK了 所以哦 末码怎么办? 其实道理一样 所以把这边 一直到and这边 把它复制 贴到这个后面来 把这边区改成末 或者你复制过来也可以的 这个反正只要指标打错就可以了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特别注意哦 他会帮你把他提供的这三个 放到这边来 然后串接完之后呢 丢给谁? 丢给自己本身 自己的话呢 游标一定是放在这个储存格 所以呢 就会把串接的结果 放到指定储存格 好 OK 其实应该没有很复杂啦 只是不要做错 这个其实程式不多 但是呢 很容易做错 多多练习就OK 然后 插入函数的时候呢 使用者定义 你会发现呢 这边就多一个手机了 就会跳这个 有没有 刮弧后面三个东西 就分别给 这一个 这一个 三个嘛 指定 一个萝卜一个坑 那你会发现 如果程式没错的话 这边就出现串接的结果 这个就是手机里面放的东西 它会再帮你 Return到 你游标放的位置 所以 我们直接按确定 那就会得到 我们最后的手机号码 那我只要怎么样 向下填满 就大功告成 OK 所以请各位 最后 这个部分的话 你就再把它另存新档 那今天的作业 上个礼拜 已经是这个作业 你没有存档 那你可以把它刮扶一下 后面加上今天日期 今天刚好是921 OK 所以就打今天日期 然后记得把它存档起来就OK了 然后呢 把这个存档的结果 帮我把它传到 你们的作业区里面 不过请切记 如果你传上来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 作业区 你就丢到你自己的资料夹里面的时候 记得上面的这个齿轮 设定 请务必不要打勾 因为如果你打勾的话 它会转成Google的这个格式 你的VBA就消失了 那个公式不会消失 但VBA会消失 这点可能要特别小心 画面还给各位 那今天的话呢 主要我们就是 在延伸 讲到有关的开发人员里面的 入制聚集 还有VBA的两种呈现方式 那请各位呢 分别完成今天的练习 并且把它存档 记得哦 那个档案 宁存心导的时候 后面的刮符 就加上今天日期